我们先这个topic 3D是学calculation 那个molecular formula的calculation 所以考试比较蛮长处的 so 跟 previous study 一样的是 你要算到个C 到个H 到个O 所以我们先算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C 然后O 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O 然后H 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H ok so 它的formula是C 6 H 8 跟O 8 O 6 然后找它的重量就放上去咯 C 等于16 C 等于12 6乘12 然后H 等于1 所以8乘1 再加6乘16 你就可以找它的mass 等于179 它有particle found 然后这个molecular mass 它给你percentage 你直接可以convert you gram的 因为你assume 100g so 1g 1% 2g 2% 3g 3% 就可以assume 2g了 所以我再除了molemesol carbons是12 之后 Hydrogen是1 然后Oxygen是16 你除了之后 它的木 你看看哪一个比较小 就除比较小的 所以最小是3.4 就全部除3.4 你就找到ratio 是1对1.35 再对1 所以你乘3 就记得到3次3了 因为1.35你要乘3 才会靠近一个whole number的 ok so the empirical formula呢 就是会是一个3次3了 然后calculate the mass of 0.05mol so 要找mass嘛 就要用mass molamass so 0.05mol 放在这边 之后再找它的molamass 176干算呢 就去找8.8g 然后number of atom 在35.2g 所以这个是mass的嘛 ok 这个是mass的 所以就用mass molamass 把片去摸先 所以再除1.176 就给它0.2mol 然后它particle的话 atom是particle嘛 就乘0.2乘这个号码 就找到molecule 因为它们本身是molecule的 只要molecule 只要convertium atom 就看在这边 总共有20个atom 所以我就乘20 就可以拿到个atom了 因为每一个vitamin c 也有20个atom 所以这么多个vitamin c 我再乘20 就可以拿到多个atom了 然后我们看下一题 那这一题 它跟你讲 它有20%的hydrogen gas 也代表着 80%的是carbon 所以一样除12除1 就找到no.5mol 比较小的是6.67 所以就除6.67 拿到1mol 一个ratial跟3 所以the empirical formula 就是1跟3 C1H3 然后这边呢 它给你一个特别的问题 就是说它给你它的 它的gram 跟它的volume so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第一次做可能比较难 但是你做熟就很顺的 首先先用这个mol先 用这个 来找no.5mol 因为我很难 我没有用gram 因为我不懂它真正的重量 但是我懂volume 是fixed的 22.4是fixed的 所以我拿4.48除20.4 来找它no.5mol先 我就可以找到0.2mol so从这个0.2mol 这边就是我们再further下去 0.2mol 过后是 因为它的重量我已经给了我 6g是在重量的 所以就放这个mess 我放在这边0.2mess 我放在这边0.2mess 我已经斗滞了多少g 6g 所以从这边 你就可以找到molimex so你这样放下去过后 你找到molimex等于30 代表它的relative molecular mass 是30 molimex是有unit的gram per m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没有unit的gram so 找到这个relative molecular mass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我懂它的empirical formula 是CH3的 从empirical去molecular 你只要bracket andbracket 代表的可能称多少 打个比例我们这样讲 骨酷是C6 H12 跟O6 当然变angular formula 就会变C12O 因为它的6 126的ratio 是刚好全部除6 就可以变成121 但是如果你要从这边 变回去你叫bracket n 而这个n 就是bracket 6 所以我不懂它是多少 这个我懂是bracket 6 但是我不懂这个是多少 所以我放bracket m 而刚好你懂它的真正molecular重量是30 所以基本上我只可以放这个 C H 3 bracket n 30 然后H H我等于1 Carbon等于12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n 等于2 再把这个2 撒回进去里面 放回去2这边 我就可以找到它真正的formule是C2H6的 这是另外一种问题 它的gram跟它的这个 so 我是不知道我的f1是多重 我只知道是x 然后5.04 so接下来我讲座呢 我先用这边来除先 就可以找到0.31 之后呢 从这个ratio 我知道这两个的ratio是2对3 所以我这边就除3 然后乘2 我就会知道这边等于0.21了 然后这边的是xgram除I 我懂得是56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 x除56等于0.21 然后你就从这边就可以找到你的x等于多少gram 这是那个ratio的做法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它有这么多的manganese 有这么多的oxygen 所以你就可以除它molar mass ok 然后 这个也是一样的deorie 它是跟你讲关于这个 它没有给你mm的molar mass ok 但是我懂跟你讲formular是一对二 所以首先我已经懂oxygen是16 我就拿36.8除oxygen是16 之后再拿这个2.3除2 再搬过来乘1 就可以拿到这个是大概等于1.15 然后这个number 是63.2除mm的重量 so我就放s一个mm so 从这边我就可以知道我的mm是55 然后balance equation是mm 加oxygen gas 变成mm02 这里是另一个 它hydrocarbon 是有carbon跟hydrogen不了 然后85.7%嘛 代表其他的就是14.3%就是hydrogen 然后就用这个来找number 我们一个除10 而一个除1 然后两个除比较小的号码是7.14 你可以找到一个mol是1mol 一个是2mol 然后过后它的imperical formula 那就是CH2 然后从这一边你再复合这做 一样的跟它在那个 它可以讲它的那个volume是0.6 所以你就除 0.6除24找到0.025 然后呢它的mol mass这边 你就可以放0.025 它的mass是1.05 除mol mass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找到mol mass多少 可以找到等于42 然后呢它的amperical formula 是这个嘛 你就bracketn 它就是它真正的formula 而真正的重量是42 所以就可以把它们两个等号起来 CH2bracketn 然后你42 所以C是42 H12 就可以找到n等于3 再把它放回进去里面 就可以找到真正的formula 是C3H6的 那我再看这题 那这题是稍微一点点难的题目啦 它的idea是这样的 它先跟你讲 这个compound that 有CHO 就说这个compound可能是C 可能一些号码 然后H一些号码 O一些号码 when I burn completely in oxygen 它就produce carbon dioxide gas 跟H2 OK 然后它给了你这个的mass carbon dioxide gas里面是2.078 然后这一个是1.2738gram OK so 它就跟你讲这个的mass 是1.0876gram OK 这整个的mass 这样子 所以看呢 那个idea是这样的 这个的carbon是看从这边 然后这个的hydrogen 就会form这边 so首先我们要算一下 到底这边2.78gram里面 有多少的mass belongs to carbon 有多少的mass belongs to oxygen 那你会问一下 为什么我要讲 怎样把它们分开很简单 一个carbon 跟oxygen carbon的重量是12 oxygen是16 16 也就代表是 如果我们把它们ratio掉它的 它总共的重量是44 so carbon 甚至占12 over 44 oxygen呢 oxygen呢 就占 oxygen 2乘16 就32 over 44 所以就是something 用ratio的方法 就是说整个的重量是44 carbon占12分 oxygen占32分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式 找carbon集中 所以carbon占12分嘛 我就拿12除44 乘2.78 我就发现到 总共有这么多的carbon在里面 也说在这么多里面 我的carbon的重量里面是有占 0.5667gram的 ok 然后water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water里面呢 它是占多少呢 water是H2 water占比较少 因为它是1 这是1 这个是60嘛 所以total的max hydrogen是占2 over 18 oxygen是占16 over 18 所以我就用2 over 18 来找出来我的1.2738 里面占多少 占大概只有很少到0.1141gram so代表着这边的0.114 是多少啊 415 gram是从这边的 所以现在想看这样 这个的carbon是这么多 这个的hydrogen是这么多 所以我已经知道carbon的重量是多少 hydrogen量是多少 so剩下的重量1.8多的重量 有这样多gram的是carbon 有这样多gram的是hydrogen 这样剩下的重量是oxygen 所以我就减了1.8多 剩下的两个max 我就可以找到这么多是oxygen的 所以用这个方式 我就可以把它找出来的 carbon是这样重 carbon的 然后0.14多 是这个的 然后oxygen是这个的 我就可以找它的embrical formula 一个除12 一个除1 一个除16 ok 在哪看哪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 就全部号码除了1.0472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ratio是261 so它embrical formula就是261 之后它再给你解释 这题算很难的一个题目来的 过后 它这个有在zh 跟刚才那题一样的 就是它给你volume先2.4 所以你就用volume 除moralvolume2.4 找到0.1mol 然后它讲0.1mol的gear 是占13.8 所以你就放0.1mol 然后占13.8在这边 之后你就可以找到 moral mass等13.8 然后这13.8呢 是真正的formula 所以我有embrical formula 是这个号码吗 所以我就bracketn 然后这个bracketn thread的重量 就跟13.8一样 so我就这样找去了 所以找到n等于大开3 我再放进去之后 就找到真正的重量是C6H18跟O3 ok 然后这个是关于那个fertilizer的 sofertilizer是 有ammonium phosphate so它要你calculate related molecule mass for这个ammonium phosphate 是这样多 然后percentage by mass of nitrogen percentage mass of nitrogen 是你要拿nitrogen的重量 所以在这边 我总共有三个nitrogen so nitrogen so nitrogen 占的重量是34 再除以149 所以我算看的percentage是多少 它的28.2% ok 然后过后 它现在跟你讲 它有另外一个fertilizer 它的calcium 之类的 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算出来咯 一个除40 一个除11 然后phosphorus 是31 就除31 Oxygen 是16 就除16 所以就看哪个号码比较小 比较小的号码是0.4275 所以就除0.4275 拿到1 我就找到它们的ratio是1428 这就是这个答案了 然后这是vitamin C 一样呢 算到个carbon 123456 然后 123456 然后 123456 然后h123456 7 8 然后 我有这么多gram 我要找多少母 所以一样呢 Mass 然后它的Mass 就算出来咯 C是12 乘6 再加8 乘1 再加6 乘16 所以找它的重量等于 这么多 然后再除7.9除一个号码 就拿到这么多个母